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你以為字型之亂結束了嗎? 告訴你,還沒!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有我們7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 微軟正黑體的字型授權灰色第一代吧! 前陣子的字型事件延燒了將近一個月 在微軟威風書位久面陸續發表聲明後 創作者們終於可以放心使用 星系民體與標開體來進行創作 所有人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事 而事件也到此告一段落 但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在這背後還有一個問題 那就是微軟Windows系統提供的內建字型 也許都還有授權上的灰色地帶 今天我們會先快速的跟大家回顧一下 然後帶大家解析 微軟與威風數位的兩篇聲明 接著再來看看過去內建字型有過的爭議 以及其中可能的疑慮 而之所以會有這次的影片 我想要特別謝謝我的一位朋友 他發現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於是持續追查 才會有今天的整理 那他也將完整的文章放在電腦網阿達那邊 所以如果有聽完有興趣的話 記得過去看一看喔 好的那首先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吧 時間倒回到5月中 有些YouTuber們 收到了來自威風數位的信件 表示他們因為使用了相關的字型 而有侵犯制裁權的疑慮 希望能提出證明或是付費 不然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那由於許多YouTuber們 常使用的字型都不是內建字型 所以威風數位針對他們的產品 進行權力請求 在經過討論後 也算是能被大家理解 而在8月14日時 一位網友在臉書上公布了 他與威風數位的信件 針對微軟作業系統內建的 新系名體與標開體進行詢問 而客服人員則解釋 針對這兩個字型 如果要用於商業行為的話 需要另外取得我私的授權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但這篇文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在設計圈引起了不小的通動 微軟的朋友也是在這時開始追查這個議題 那接著到了8月27日 知名YouTuberJoemanPO出了影片 讓所有的問題正式扶上檯面 引起眾人的關注 於是微軟在8月31日時 與官方部落格中提出的聲明 點出了三個重點 並告知他們並未授權其他的使用方式 而這三點包含了 一、透過微軟產品提供字型 無法修改、複製或再散步 二、在字型內簽規定的限制下 與內容中內簽字型 三、暫時將字型下載至印表機 或其他輸出裝日上 以列印內容 有點複雜 但我們這邊先簡單記著 等等再回來看看 接著 微風數位也在9月10日發表了聲明 重點大概有以下幾點 一、新系名體、標改體 是微風數位授權給微軟系統的內建字型 制裁權為微風數位所有 二、微風數位曾未主動向使用者 收取內建於微軟系統的 新系名體、標改體的授權費用 三、透過合法授權的微軟作業系統 使用新系名體與標改體 微風數位在日後也不會主動要求 支付相關授權費用 但不包含內簽的狀況 事件的回顧到這邊告一段落 但接下來才是問題的開始 如果我們把微軟提到的 除此之外並未授權其他使用方式 以及微風數位提到的 新系名體與標改體的制裁權 隸屬於微風數位 以及微風數位曾未主動向使用者 收取內建於微軟系統的新系名體 標改體的授權費用 再加上網友收到的客服回覆 針對這兩個字型 如果要用於商業行為的話 需要另外取得我私的授權 這四點湊在一起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到 都沒有提到微軟的內建字型 是可以商用的 也就是說 微軟的內建字型 真的很有可能是無法進行商用的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從這次微風數位的聲明來看 很有可能並不是 新系名體跟標改體的商用不需收費 而是在這次事件後 微風數位放棄了這兩個字體 在商業行為上的主張權利 等等 如果新系名體跟標改體有問題的話 其他內建字體 像是微軟正黑體又是如何呢? 大家知道嗎? 微軟的作業系統中 內建的中文字型 有隸屬於微風數位的 新系名體與標改體 隸屬於北京方正的微軟亞黑體 以及隸屬於美國蒙納的微軟正黑體的四種 那接著就讓我們先從微軟亞黑體講起吧 微軟亞黑體隸屬於北京方正 而過去他們就曾針對淘寶上的商品圖 使用到微軟亞黑體的賣家提出權利請求 案例之多在網路上可以查到大量的資料 而中國微軟官方也未有任何的聲明 那我的朋友在討論這件事情時也特別提到 他有致電北京方正詢問 而對方回答 微軟亞黑體只有授權給微軟使用權 並沒有商用權 要商用就要跟方正買授權 而隸屬於美國蒙納的微軟正黑體 則是Windows Vista 的預設字型 初次登場時 由於簡約細膩的字體表現 吸引了不少使用者的目光 而隨著這幾年的改變 在使用上可以說是極度泛用 大幅度的超越了星系名體與標改體 在不少商業文件、圖片上 都可以看到微軟正黑體的蹤跡 那我朋友同樣致電給了蒙納公司詢問 對方則表示 微軟正黑體的授權範圍要詢問微軟 並提到其實在Windows內有許多非中文的內建字型 都是蒙納授權給微軟的 而在過去也的確有廠商因為擔心授權的問題 跑去找他們購買了微軟內建字型的授權 為的就是要解除這些字型授權上的灰色地帶 講到這裡你發現到了嗎? 購買了微軟的正版同軟體 其實並不代表我們就擁有了內建字型的商用授權 能否商用要端看廠商的態度 作為一個創作者我深知自採權的重要性 但我必須說 這樣的授權漏洞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有不少人購買專業版的商業作業系統 就是為了商用 但卻突然發現到 誒,裡面的字型其實不能商用 這樣是不是有點怪怪的呢? 在威風數位的正式聲明後 我們可以確定 星系名體跟標開體日後已不會再產生問題 微軟亞黑體經過詢問 已經是確認有問題的 而非常泛用的正黑體 目前則尚未確定 至於其他的內建英文字型 恐怕還有待釐清 而這次的事件之所以會這麼複雜 是因為它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權力方 以及微軟多年來使用的授權合約等等 所以我們很難去揣測接下來的發展 因此在這邊想要告訴大家 字型之亂還會落幕 所有在意的朋友 我建議在釐清之前 還是可以先購買付費字型 或是使用合法的免費字型 才不會被這個灰色地帶的大坑給絆倒 想到這裡 你在日常生活中 常使用微軟亞黑 或是微軟正黑嗎? 你又是怎麼看待這次的字型之亂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者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是每週七天 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 就要再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比!